刚才咱们去看画 杰哥从那边过来 咱们往这边走 对你 完全视而不见 哥平常都是单截 什么你们看完了 冷淡 杰哥对我绝对是我要离去法 根本不理我了 我说杰哥今天都不来这屋了 你发现了 平时都长到这屋 就我跟我的那个初恋男朋友 我做好点 我做好点听 主动给人家写的信是 我恨你 我恨你 我要离开这个学校 我要转学了 他回来怎么回你了 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 然后最后结尾处约我去动物园 再讲讲继续 然后我就在动物园 临出动物园的时候 在一个乍拉跟铁儿 我们初吻 你说你多大呀 单姐 十九 我们那会儿恢复高考没一年 所以就有一些社会上的人 来到那个高考班 一块儿参加补习 她是篮球运动员 然后她就来我们吧 有一天 外面下雨 我打把伞 这我们班教室门 我就过来 这一晃我回身收伞 就这一晃我就看见她 第一次在我们班 坐在后面你知道吗 个子比别人大一圈 就走进了你的心 我就不行了你知道吗 我收完伞 我就往屋子里走你知道吗 就人整个就有点晕了 我有一点不骗你 根本不敢看 你知道吗 我就 然后走到我自己的位子上 后来我就听 然后又有一个女孩 当时就在门口问说 袁刚在吗 我一听她叫袁刚 我觉得这名字 太好听了 太好听了 你知道吗 我一点不骗你 明问 也不敢回头 每一天都在蜜罐里的那种 初恋 这个真的记了一辈子 整整初恋好了五年 继续 然后你给她写的信 为什么上去就恨人家呢 我为什么给人写的信是这样 我们那个爱上楼 我是往下走 她往上走 我一看见她 我不知道为什么脚底下就 突 啊 软 脚下一软 不知道 我就要摔你知道吗 她就 哗一瞪我 小剧 小剧 这衣服 掉好几个口子 我啊 然后我那封信 我恨你 我恨你 我一定会转学 我恨你救了我 对 我还有这句话 我的天啊 玛丽苏啊 为什么会恨她救了你啊 哎呀 都说的反话嘛 哎呀 咋教你不懂啊 一个少女 真的是 她就会问 你为什么恨我救了你嘛 虽然我认识丹丹姐 但那天呢 我会看到不一样的她 就觉得她是个小女孩 恋爱中的小女孩 哎 郭琪琳讲讲你的初恋 我讲我别 我是没什么 哎呀 快点 展开说说 说说吧 都是美好的事 我 我 哎 我快别说了 我就 我就没有 没有那么 您这个这么疼态 我没记住这么些甜蜜瞬间 主要就那会发短信 对主要是我们那会儿在恋爱就发短信 对我们俩什么时候认识呢 是我在同学的那个QQ群里头 然后哎我们俩一聊天 反正一来二去就聊上了 然后就加了好友 来聊着聊着没一两个月呢 然后就 口头我们就就是达成了共识 啊 然后就就所谓谈恋爱 谈恋爱过程当中就见过 两面 就发短信了 太可笑了 你那也不叫恋爱 人家叫网恋爱 网恋怎么就不叫恋爱了 然后我们俩分手的那个日子 还特别可乐 五月二十一号分手的 呦 人家提出的分手 啊对啊 人家怎么说的 那我这这种伤 这种这种伤痛回忆 我一般都忘了 我就忘了说什么 就说就是就是挺普通 而且就是正常聊着聊着天 很正常聊聊天 对然后突然来这么一句 然后那 那就翻盘 那行呗 然后我后来发现 男孩就是一开始分手的时候 就 没什么感觉 无所谓 那OK啊 怎么分就分呗 过了仨月 难受了吧 每天晚上就 哎呀怎么他不理我呢 我给他发现 我打电话他也不接 哎呀 我难受啊 哎呀 他不理我 持续了小一年 爱情 爱情 我觉得初恋这个东西就是 短暂美好 然后是永远值得回忆的 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不会忘记 自己当时初恋的那个感觉吧 就包括其实现在我们每天都经历的事 或者是美好的事 那都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回忆